New ice can carry Carry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兵歡迎收看小兵的全世界的Transition 快教學影片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推頭轉場特效 推頭轉場特效在全世界影片當中是一個非常潮的技巧 它可以讓大家有一種推頭的感覺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推頭 推頭就是推頭的概念 沒錯但是呢這一次是自己推自己的頭 然後它就會讓你看到就是在鏡頭裡面 自己的頭被推掉了 然後結果另外一個推進去的人又是自己 OK好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呢因為我們之前不是拍影片的時候幾乎都會用超廣角 但是因為我們這一次呢要閃避這個 等於說我的手貼到畫面的這裡 然後頭要稍微出鏡 所以這一次的超廣角就沒有說這麼有必要性 因為我們要做的就是一個一直很像推頭的感覺 那首先呢各位可以先看到我的螢幕裡面就是只有我 然後是比較近的我 然後呢等一下呢我會推自己的頭對吧 然後推到差不多不要說出手肘 差不多到這裡的時候你就可以按暫停 好然後暫停了之後呢 你可以你就維持剛剛那個角度 再讓自己的手 推坐進來 這樣子它就會變成一個連續的動作 好我現在來拍 好我們現在要推囉 再來就是推 推進來的時候你不用太急 就是一個很順勢的就是推過去坐下來 基本上推頭的特效就是這樣 像你學為了 如果你是推頭的狂熱分子你可能會這麼做 像這個本次的全世界快教學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發問 這些問題很有可能在未來的教學當中為各位做解答 喜歡我教學的朋友記得訂閱我Youtube頻道 小明全世界全世界選快教學 我們下次見 掰 掰